而因為這個北市虐童案而陷入到風暴的兒福聯盟 先前被啟底說曾經花了三點七億元 買下台北市內湖的辦公室 如今又被爆出來說以九千八百萬元無貸款 賣下台中一處幼兒園 這接連大筆金額來自產州的外界詬病 根據肇育部表示了 說保姆虐童案屬於重大社會案件 也將協同衛福部隊兒盟執行專案查核 若是有違規最終可以廢止設立 為在台中北區中明六街 這處藍白希臘風外觀 藍白配色獨棟五層樓看起來很療癒 這裡原本是一間幼兒園 停止營業一年多等待出售 如今買家曝光了 竟然就是最近陷入風暴的兒福聯盟 聽說要賣兩億 自己這邊學生多嗎 學生啊 哪像還不錯 但最讓網友吃驚的是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陸網站顯示 這處房地總價九千八百萬 地坪一百四十點五坪 屋林三十五年有五層樓 交易時間落在流性保姆虐嬰事件 爆發前一個月 而福聯盟竟然不用貸款 直接付款進一元買下房產 強調要拓展育兒不務 加上業務家仲才購入 只是兒福有錢程度超乎民眾想像 過去三點七億買下內湖辦公大樓 如今又用九千八百萬 在台中買幼兒園 這些募款而來的錢怎麼花 真的都無法可管嗎 就購置不動產部分需要符合捐助墓地 才可以進行購買 然後這個在購買之前 也要經過董事會特別決議 那經過同意以後才可以購買 那未來說購買的時候 財產狀況出現問題 那主管機關可以命他改善 如果不改善最後是可以被解散 包含 建價跟 通過董事會的決議 以及我們其實是用 我們會晤的提拨基金 來做這個場域的購置 都有符合法規的流程 說是一切合法但爆發 保姆虐嬰事件又大手筆致產 得到這麼多社會資源 籌款的最終用途 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除了主管機關 大眾也在監督 記者綜合報導